欢迎收看两点说新闻 新闻看民事 我是孟琪 前高雄县县长杨秋心 痛批国民党沦为一言堂 他在昨天愤而退党 而现在呢 好像只要说韩国瑜的不是 可能就会马上变成 国民党的公敌了 好 不过呢 自己退党的杨秋心 他是没来怕哦 他现在越说越陷 他还说韩国瑜之前 去六贵鱼拉杂 都淋上去用肩挡去 好 不止这样哦 现在不得了了 居然还有前立委爆料 说韩国瑜会在酒店 背心惊给小姐听 好 面对这些负面消息 接踵而来 不知道韩正寅要怎么接招 好 现在这几天 其实高雄都不断地在下大雨 好 今天高雄 一共有六个地方是停班停课的 好 那这个礼拜天18号 韩市长还要抛下高雄 跑去新竹造势吗 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礼拜天还有一场 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就是郭柯王三个人 他们到底会不会在桃园合体 来个桃园三结议呢 不过现在传出有一些变数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讨论 首先先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持人大家平安 第二位是民进党新北新议员王淑慧 主持人来宾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国民党台北新议员秦慧珠 主持人好 大家午安 最后一位是台中市立委参选人杨总理 梦乔 大家好 好 大家午安 我们马上先来看的时候 爆料韩国瑜说 小三酗酒夜店进行式的高雄 前高雄县县长杨秋新 他在国民党开除他之前 自己就先宣布退党 而今天他更是爆料 他说韩国瑜之前去六归五六趟 都喝到被人家扛回来 而且杨秋新说 这个有关于韩国瑜的争议 还有很多的未爆弹 到底还有哪些呢 赶快来看我们的报道 为自己曾经力挺韩国瑜 向高雄市民抱歉 因为实在看不下去 韩国瑜的一言一行 五指家只是他讲错了 他说他小孩是他的 所以韩国瑜去告他 他说把小孩 小孩在哪里 他也不敢提小三 那这个事实也是现在进行式 县长所谓的小三是指之前新庄王小姐 我听到他旁边很亲信的 从选举过程 选举还没有结束 就是这样子 杨秋新挑明了讲 小三就是现在进行式 还说韩国瑜酗酒的习惯也没改 到六龟去了五六趟 都是被扛了回来 那个我也知道 那是竞选期间 拜票时一口饮尽 韩国瑜豪迈大口喝酒 和乡亲勃感情 让他成功翻转高雄 现在却也深陷品德风暴中 我去六龟美农去了五次 没一次清醒 每次都大醉而返 喝酒比吃饭还要多 杨秋新说 韩国瑜老实说 荒唐岁月是在17年前当立委的时候 但其实去年选举期间 他一样九照喝五照跳 造成时间切割点根本不对 他也警告国民党 韩国瑜身边还有未爆弹 第一颗就是盘恒虚 他能续了两千万就是未爆弹 洗澡的时候是刑事责任 好 那有没有续报的问题 我们每一笔单据 都有和销的单据 所以基本上 如果真的有违法的话 早就会有一些法律的问题 昔日战友反目成仇 指控的字字句句 恐怕比网络言论更有杀伤力 好 杨秋新怒退党 他批评国民党 现在根本就沦为一言堂 而且更呛说 国民党根本比之前 威权时代的时候还要威权 另外杨秋新更说 如果韩国瑜真的当选 那他真的会毛骨悚然 好 首先我们先来请教 曾经跟韩国瑜共事故的 这个淑慧姐 你怎么看杨秋新 再报这个韩国瑜的酗酒行径 人们在说没有香港不开朗 前几天我这里在说的 真心握握握握 今天要再说一次 虽然邮秋新邮管长 在高雄做管长的时候 我人是在台北关 所以一天一拜没什么交情 但是这个人 曾经跟这个意大林党 非常麻烦 要跟我们教杰也打碗 这个过程跟我们都没有什么 直接的关系 但是因为他跟局债 这个苏林允圆 要如果这个务台没去之后 他就去找一个导租店 所以他刚才 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里面有看到那个片里面 他都不知道说 北部有一个韩国瑜是这么混的 所以他当作是人材 用心计划没人插他没人队他 他就这样从头上砍到尾 要知道这个人怎么这么豪迈 走到哪里一饮而甘 那条我不知道像 流浪到淡水流浪到高雄 所以说他们这样一拍即合 但是要怎么知道 这段时间经过了后 市長给他做了 还有现在要选总统了 但是现在拍即时难改 拍习惯都没在意 尤其是他用一个天材 有人说他天兵 我是感觉他天材 我在想他的智商 一定都百五以上 曾经我有听 李明佑在说 他什么金曲奖金马奖 什么奖 他都跟人们奖在一起 所以说这款的 你就知道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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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做得对对对 收支一定要平衡嘛 不然你帐幕怎么交出去 所以这一次说 现状那两千万的时候 他也说得很猪蜜 所以优秀兄就跟大家说 那一粒才是未爆蛋 所以说你现在说 我宵蜜一定对的嘛 对 宵蜜的收担一定对 但是宵蜜的过程 跟宵蜜到底是因什么 下去做的 你就要说清楚 不然你很失败 尤其是韩国瑜 天公八都在唱反调 因为听台湾嘛 天佑台湾嘛 一个总统好栓林 是不是有那个架 这个架很重要 连科技就吐槽了 说林立可以不用的 林立是没材料的 所以说 宵蜜主席在高雄露大 拜託提供八了 不管为了要科研一个人 来冲敌高雄人 所以说 我们现在就百分百互金 看到底 再刷下去的 这个未爆蛋 尤其是在说 那小三的问题 那些人知道 又说刷得很烤 尤其是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 他们在第二次 在做这个立委的时候 台湾是在台湾字櫻架 连我们在做台北关議員 我也有机会去那个店 我也看得到 包括我们本董也有人参加 那个时候真的很好迷 我们走人去那个地方 很奇怪 但是看人家开情那种形 那种现场 我们个个人做議員 那个时候 是走北斗而已 他们都是这条桶那条桶 有座后没座后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去都没看到 他们在穿衣服 所以有座后还是没座后 我也不知道 我这四人 我这么多 我头一回看一遍 所以说 好感觉 有韩国瑜 我们这可以回忆过去 到底有关于韩国瑜 还有多少的未爆蛋呢 这个杨秋心说 这个韩国瑜有小三 是现在进行事 另外明佑阁现在不得了 居然还有立委 前立委爆料说 这韩国瑜会在酒店 背心惊去逗小姐 而且只要鼓掌就有小费 你有没有听说 这个我昨天听广播 有人在提 可是我个人觉得说 是现在进行事 还是20年前的事 如果是20年前 是韩国瑜自己也承认 如果是现在进行事的话 那有必要跟社会大众说明 曾我在这里 在这部说的时候 我们儿子也有看 你知道吗 他回来也说 爸爸什么是厨房 什么是怕热 我说进得了厨房 就不要怕热 我们华基尔 你说一个谚语说 说一次谎如吞一千根针 所以我跟我们儿子说 做人千万不要说谎 因为你说谎 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你看看 从这个杨秋心说的事 你看开始有很多的媒体人 开始去延伸 你说这些媒体人 是较力的也没有 有很多有很多 本来是 我韩国瑜要慢慢变回来 开始去说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 卫爆弹是有的 我个人觉得 卫爆弹可能是有的 因为 因为小兄 你要知道他的个性 他今天要把这些事 说一说出来 在美国先放出来 后边你看开始延烧 延烧出来的时候 长期家伙 好像有说那不说 他说的事好像我们都知道 但是呢 他说还有未爆弹 这点我很好奇的你知道吗 到底有建国说 韩国瑜的ING是 有贏品或是有商品 有可能要来放出来 还有这是说 潘成旭这个消防现在在監査院 到底如果公布出来的时候 会多来看 我是觉得说他都你埋伏比 这就像周刊一样 你知道吗 周刊第一个星期把你放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说 他后边应该有其他的建国在 你这个时间 如果说白菜的时候 哇不得了 后面更难看 对 后面他会一直报证据出来 如果没有证据 他不会丢一个影子 这是媒体操作方式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韩国瑜 他很奇怪啊 他越讲越解释不清楚 我们看高雄人民 在受难的时候 你这次红灾受难的时候 韩市长为了这些事情 到底批不批公文 他那么计较干嘛 就有报社的人就说 猜测然后才去跟拍 那你到底批得了多少公文 你拿这个来当一个借口 去打媒体人 你只要不好好出示一下 你的公文跑的一个程序 是什么 你把所有人说嘛 另外一件事情呢 我在这一次也体会到一件事情 酒吧 夜店 酒家 到底都算夜店 还是要分清楚啦 有时候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人 你说的时候 不你就说清楚 这到底去哪里嘛 到底有啊没有嘛 你报销警 念心经 这个我个人如果没有看到证据的话 我怎么敢评论呢 因为大家都开始在揣测 不过 会不会有证据呢 我个人觉得 可能会有 因为看什么时候丢 因为我觉得说 现在已经媒体先丢一个风向出来 你不要忘记哦 那时候吴子家的事情 好像丢到一半 忽然间就有一个终结据点就存在了 然后就没有人继续讨论了 除了黄光琴解之外 其他好像都不敢提 可是到这时候又开始丢 表示说那时候应该是有一个战略性的考量 你不能丢太早啊 一定要在这个决策点 但是 我就预防这种事情 就是生死 你如果生死的时候去面对台中 人没法度给你检验 但是你在那肯当肯腮说大民心的 有的说我一次都没去 没打过一场麻将 这种事情 去他们说出来的时候 好啦 那男君的媒体就更好玩啊 不要偏红的媒体好了啦 就开始说 你看绿营开始影射他是酒鬼 不是啊 赌鬼 我觉得很奇怪 主头角没有人说他是赌鬼啊 是说 他说一场麻将都没打 那卫生麻将跟赌博麻将 都算不算麻将嘛 你说潘仁旭又嘴火很漂亮 又要在这个 高雄基盤一个什么 卫生麻将节 哇这种事情 不用你生嘴火啦 生死是最好的方式 倒是潘仁旭 潘仁旭为什么 杨秋香出来讲说 他是一个 有可能最后的一个trouble trouble maker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啊 在选戟里面有很多专案 这是事实 每个人选戟同样 你能去找空间公司 去找很多去做一些工作 去给你做整个做便宫 做这些工作 但是金额 金额 到底用在什么程度 你报给监察院的支出 一定要清清楚楚 而且你看 一家50万的公司 我就去承担2000万的这个工种 而且金额出来讲 这个吴恒芳就是他姐姐 残恒芳 潘恒芳 潘恒芳 不好意思 潘恒芳就是他姐姐 既然是你自己坐坐的时候 你说2002年开始做 那当然他做很多的工作没错 但是如果看到营业项目里面 到底差异性在哪里 你应该让监察院知道啊 而且我觉得杨秋香 有一点点我觉得说 没责任感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绿营都掌握证据 绿营掌握证据你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我觉得杨秋香 是他觉得他又回到绿营了啦 是喔 我是觉得 以前秋头有见骨 我们说的 有证据就说话 证据会说话 比如说新庄王小姐的事情 现在住新庄人都很可怜 你就不要姓王 我们给你问 你刚刚住新庄 你王小姐 你跟韩国有什么关系 我也王小姐要照办签 你照办签 很怕被贴标签 就会被贴标签 被当成一个笑话来看 倒不如韩市长现在到底 回应好要正式回应 要嘛就提告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提告 因为证据会在公堂上呈现 他需要给他提告 让社会大众证明你的清白 让司法证明你的清白 我韩国有做没做 来宽如免典国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 现在这些纯正信仰 我知道这也没有正式提告 不就正式提告啦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 好 我们请教一下 这个蓝颖的这个惠珠议员 到底现在国民党要怎么办 韩国有的卫爆弹 一颗一颗 现在人家一直在爆 他再不借着 我看现在之后真的不得了 我觉得到底还有没有卫爆弹 我们就静观其变 现在说有或没有都是揣测 那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首先我想讲就是说 目前有几位本党的同志 因为批评韩国有被 开除党局 撤销党局 很多人就觉得 国民党好像是一个威权政党 我觉得这里要理清一下 其实不是这一次 很早以前我们就有些规定 就是不可以恶意批评 自己本党提名的候选人 另外不可以帮他党站台 这个不是这一次才开始 以前就有 那以陈鸿昌来讲 他帮蔡英文站台 还公开了讲一些支持他的话 这已经违反了过去 二三十年来我们既有的党计了 那批评来讲的话 我觉得说可以批评 我们任何的候选 但是要看第一个 你是不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善意的批评大家都可以接受 恶意的批评 我想这个没有人可以接受 就算批评到我秦贵珠是恶意的 我想我也会不爽 那另外就是说 他讲的是不是有理 是不是有事实根据 这些是有客观依据的 那特别是像韩国瑜 如果说他已经被国民党提名了 还有这么多本党同志 用一些恶意的 或者不是事实的批评 来对待我们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如果党地处理的话 对这个总统候选人情何以堪 对党的这些支持者情何以堪 所以我觉得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有他不得不去执行的党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到这个 陈鸿昌的部分 我想大家没有太强烈的意愿 他也放弃辩解 所以开除陈鸿昌呢 好像风波不大 杨秋心的话问题就比较大 因为有人觉得说 他只是在写脸书嘛 脸书上面只是他的一个言论 言论自由 他并没有就是说 去帮他党站台或怎么样 不过呢 我想如果不开除杨秋心 基本上恐怕也难以平息 这个党内支持韩国瑜的声音 那杨秋心我曾经跟他同事过 大家没有很深的交情 我们毕竟不同党派 不过感觉到他 第一个他是 其实话不太多 但他非常认真 而且个性很强烈 你看他过去 本来是民进党出身的 后来跟陈局搞到决裂 然后他对陈局也有非常多的不满意 之后加入国民党 现在又跟韩国瑜从肝胆相照 搞到肝胆剧烈 我觉得说可能韩国瑜有一些他的状况 可是杨秋心自己的个性 恐怕也会是这个事情的一个 发展到一个很糟糕的情况的根源 那议员怎么看杨秋心对韩国瑜的指控 我觉得指控的话 你要拿出证据来 比方说他讲到一些现在事 小三现在事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严重 坦白说有点严重 他说小三是现在是牵扯到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韩国瑜说谎 第二个就是韩国瑜 他有道德上的瑕疵 品性道德上的瑕疵 第三个就是说他基于又说谎 又有品德道德上的瑕疵 他适不适合当一个总统候选人 这也很严重 我讲这几个层次 所以我觉得说他要拿出证据来 否则换你信口开河的话 你不去提出证据来讲 我觉得杨秋心自己 也犯了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你的毁谤 你的不道德 你的信口开河 你的破坏他人家庭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杨秋心自己要去负责的 不过我觉得我们讲了很多检讨别人 自己要检讨一下 今天某一个媒体登了赵少康写的一封信 我觉得他里面写的很多 我都很赞成 我要念一下 特别念两点 就是说赵少康叫韩国瑜彻底戒酒 然后显示决心 总统大选前滴酒不沾 应酬及公众场合以水代酒 杜绝留言 私下也最好把酒戒了 对自己身体也好 这一点我完全支持 也提醒韩国瑜总统候选人 另外一个他讲说 不要问几点下班 要问几点上班 每天八点以前 就要到市长办公室 让大家看到 尤其不要把早上的约会 任意取消 第三点他有讲到说 话不要说的太满 从来没有绝对没有 一次都没有 不轻易说 他讲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几点提供给我们的候选人参考 就是说你现在做一个总统的候选人 又是市长 你一定被人家放大检视 比方说他被拍到十一点多出门 就是有人在跟他 这个跟他的人现在有没有停止 这些狗仔队有没有下班 没有人家就是要逮你 有没有去会小山 有没有上夜店 晚上去做什么白天几点钟上班 这不是我个人觉得 这不是什么情资单位干的 这个大概就是某些媒体干的 所以要注意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事情自己要能免则免 能改则改 能努力做好就努力做好 好 谢谢刚才总理 我们也听到连惠主委员都在喊话 要这个韩国瑜韩市长赶快来戒酒 而除了这个杨秋新 讲了这个酗酒的问题 杨秋新还说 这个韩国瑜还有很多的卫爆弹 而更大的卫爆弹这一颗 杨秋新他说是谁 卫爆弹就是观光局长潘恒旭 来看一下我们下一张整理的图卡 因为在这个韩国瑜的 政治现金支出项目当中 有两千万 就是给这个潘恒旭 他之前当过总经理的一个 叫做旭创意的公司 好 现在就很多人质疑啊 说这家公司是不是什么 洗钱的空壳公司啊 还有这两千万 其实是七笔费用加总 刚刚好 怎么这么完美 刚刚好就是两千万整 我们来请教一下总理 会不会觉得这其中 这安排也太巧妙了吧 是 我们看到说像潘恒旭 这个这七笔怎么加一加 可以凑成刚刚好的两千万 那我觉得这个 当中有很大的法律的问题 我们刚刚都在谈的是这个 杨秋欣在爆料 爆料这个韩国瑜市长的 这个个人的道德瑕疵问题 那我觉得道德瑕疵问题呢 都很好处理 因为他不犯法 那就是涉及民众 社会观感的问题 那社会观感问题 包含像 这个韩国瑜市长说 他这个行为举止是 可能是喝酒啊 去夜店啊 去抱女人啊等等 很多人做出这样的指控 那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要做出这样指控最好的回应 你会记得大家 那旧年韩国瑜市长说 爱情摩天伦 那我觉得其实 大法官四字666号 都已经讲了 就是信专区内 仓嫖都不罚 那我觉得韩国瑜市长 不如做出符合你的 这个你所需要的 这个爱情 不只是爱情摩天伦 做出爱情的 这个爱情的这个信专区 所以这个韩国瑜市长 你可以 其实这个法律上是许可的啊 可是他敢不敢做 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做法 说不定是很有创意的啊 建议一下韩国瑜市长 不过回到这个 2000万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回到的是 法律底线的问题了 法律底线问题 我们看到说 这一笔 这七笔钱 如果有办法 刚好凑成2000万 如果所有人都提出疑问的时候 那其实也不是说 我们在节目上要去乱讲的 我觉得应该要呼吁一件事情 检察官要做主动的征办 要介入调查 对 那要直接介入这个调查 它是不是涉及洗钱 是不是涉及所谓白手套 那我觉得 台湾的司法改革 一直在喊人那么多年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是看检察官破例的时候 检察官如果愿意主动征办这样的一个案件 那我会帮检察官拍拍手 帮他鼓掌 可是呢 我们要知道说 就是台湾目前的这个选霸法 选举的制度里面 我们看到说 其实对候选的选举经费 是没有上限规定的 那比如说 好 今天假设我们有机会可以进到立法院 那我们当然觉得说 在选霸法里面 对于选举经费的上限 其实必须要好好来思考 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限制 免得说好像现在参政的人都得要有钱人 然后非得都要跟一些 奇奇怪怪的人来往之后呢 然后私相授受的方式 然后可能你报的也许是一千万 可是可能不止一千万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 我们在制度面需要去好好做改革的 那再讲一件事补充一下 我们刚刚看到说像 高雄市这个两千万的问题 我告诉你 在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都 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讲一下在我所在的台中市 台中市最近官传局的局长 也是爆发一样的事情 官传局的局长 这个他在我们2020的灯会 要在后里举办 后里的灯会 市议会预算都还没过 可是这个灯会的logo相关的预算 竟然都有一些指定的厂商 这也被议员踢爆了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我们都要好好来思考说 为什么像这样子涉及法律问题的 他们这种私相授受 涉及法律的一个违法的问题 都很容易发生 我觉得选民会要看在眼里 好我刚才总理由针对这个潘衡旭 其实人家都说潘衡旭 还有就是韩市长这次要选总统 这个胃爆蛋 好不知道要说这个潘衡旭是话题人物 还是要说他是麻烦人物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潘局长 他到底有多少这个很酷手的花招 我们首先想来请教一下这个淑会议员 其实他的老板就韩国瑜 现在卷入这个麻将风波 结果有网友就在这个 潘衡旭的脸书说 局长要不要之后来办一个麻将大赛 结果潘衡旭媒体问他他怎么回应 他说也许今年的春节 明年的这个过年的农历春节 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 那另外他之前还打赤脚接受访问 情人节也自己跑去跳爱河 来 淑会议员您怎么看 我们的卫民党员说 到底这个潘衡旭 他是炒根还是炒包 我刚才也是公开问大家说 他到底是天兵还是天将还是天才 事实上这个人 我感觉韩国瑜真的欠乎欠乎得这么大条 事情出这么多我怎么够够够够 刚才你说的那两千万 你把它想看看 做一个创意 还是做什么 有参与家的人都知道 你要去猫人都说整数的 看是一次十万 二十万还是五十万 有五块 七块 八块 七条道道的刚刚后面数千千千 然后这边刚好是两千 那如果经过精算 精算就要精算师才算得出来 如果没有就是赢道的 七凑八凑凑出来 因为我们虽然是稍稍的博物厨 我们助力一个月没几万块钱给他做转金 常常这一方不记得去 那一方不记得去 到后来就是要这样倒 倒到后来我说你倒出来怎么会这样 对不对 虽然我们没有怀疑说你到底在做什么 但是你在报冠军业的时候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什么 因为短疑那不是先出的 我们本来要做这个选举的选举 都要先牢给人嘛 先要前金后金嘛 但是你看看 他这两千万是两天里面就要付出了 所以平常是 他就是在揣这些 这可能因为阿伯的案件 捕了太久的 可能由余文那儿捕来 但是最差别的就是说 人们在问我说真的躺在这边会接地气 我知道是一些黑鱼匠都会去公圆 走土壳接地气 如果他们高雄市政府大楼里面接地气 我觉得那有鬼 所以说他有些像现在 他都不知道问题的重点 随时说说这我实在对秦议员比较不好意思 他专专也是台北国的新北市 管理局的局长 做一个管理局局长跟在务这有的跟没有的 你现在说好 没关系 你们大家感觉说打麻糬就是在拔轿 轿子不肯拔 我要给你们卫生麻将 结果在过年的时代 时代 说要躺在那里 躺在台北的全文在买财 过年的地方给你们来 与麻糬大赛 大家丢到要害怕了 我们就在不可以刺刺了 你这边来我们家打麻糬 打麻糬是 炊一炊炊二炊炊三 睡到八八八 那个拔轿子在玩 所以说天兵还是天就 还是天材 我们从这里看得出来 所以他不仅仅卫爆弹 这个卫爆弹 磕壁是日本那两粒原子弹 好 刚才时会议员说 不知道要怎么形容 这潘恒虚到底是天边还是天族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韩国瑜的爱将 不过时间的关系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之后回来我们要继续来关心 是高雄这几天豪雨下不停 高雄现在包括这个六龟 茂林甲仙有好几个地方 今天都是停班停课 不过大家很好奇到底高雄市长韩国瑜 这个礼拜天还要不要去新竹造势呢 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回到两点说新闻的节目现场 高雄已经连日豪雨 而今天包括六龟区 茂林区 甲仙 纳马夏 桃园跟美农 都已经停班停课 好这个大雨下沉这样子喔 韩市长礼拜天的新竹造势 他还要去吗 先来请教一下明佑 你觉得他还会造势吗 我觉得如果他聪明的话 应该是不会去啦 因为很多人在批评说 你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 你在哪里 你为了防灾应变中心吗 他昨天就有兴趣作证啊 所以他如果这个新竹再去 因为这个总统也不用算了 你看到说 常处理三千几个人了 对不对 这些地方包括今天都有临时决定六龟区 某些部分要开始停班停课 这大雨袭击包括 宗 张 桃 宇 南 这都很严重的一件事 为什么过去韩国瑜被人批评 你知道今天爆出这一连串的事件 其实很简单啊 你如果做过新法市議完 大家都知道说 李四川他是很有经验老道的人 他知道市前要怎么判 咱们韩国瑜真的丢给他嘛 那你丢给他之后 每一次什么应变中心什么的 你都去督导一下 就没看到人啊 都到李四川啊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对他 排山倒海的批评 可是我要这样子讲 今天发生天才 你如果再去新疆作息 你如果只剩下韩本去给你捧人气 给你抢的人一定越来越多 你不要忘记去投影 拖到什么状况 你不要忘记你的娱乐中心 拖到什么状况 开始已经有民众不耐烦说 市长你没好好关心你的市场 每次都对他比这个岛的这个手势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不要造成 跟韩本啊 不要造成中国国民党的负担 因为中国国民党真的是一个民族 有荣乃大的政党 反正你过去 如果做回家也没关系 你才来我中国国民党 开始你有自己的部队了后 硬给你换也要把你换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中国国民党 我觉得有对于主席 未来这项大选担的这项 你不要忘记你这些事情 都是你一层促成的 今天国民党必做议员堂 老实说做一个媒体人 我一定看不下去 因为我们要改读 这个改善思维 一种独大议员堂的言论 蔡英文总统跟苏贞昌 我们说得不听 如果是我和他可能色彩比较雷同吧 我对他们批评不予以利 你做不好我来跟你说 这是一种民主制度 你当然本来就有不一样的声音 你看陈宏昌的事情 我们看一件事 他也没有自民到信 他只说 郭民党来拿这样的总统出来而已 马上没有开途总结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主义一件事 他现在有做事 他如果去 我感觉国民党会崩溃 再来第二件事 这个风灾过后 大雨袭击过后 你不能把这些平安的地方 并做一个三等公民 你赶快对待 修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你到底要以选总统为优先 还是把市政做好的优先 我觉得国民党至少还有几个 比较有良知的 你讨论这件事 还是公开的呼吁 不算党纪刚过 包括赖世保等人都说 哪有首长有请假的权利 要以市政为优先 你要把市政做好方向看 这想不到赖世保 跟他的良心 包括秦慧主义委员 刚才在那一篇报导 我都觉得是对一个候选人 沉痛的呼吁 那如果你还不觉醒 要把它变成一言堂 我跟你说这种 试炼的越来越多 你可以把我们的路犯 要扮有限的路犯 把你卡掉 然后国民党变成一言堂 韩市长你怎么动孙总统呢 这很恐怖 不像说国民党 你改变高雍市 也要改变的改变 所以是因为高雍市 有好好把市政做好 扭转那个形象 因为国民党真的有容乃大 你过去做得再不好 二十年前发生什么 风花雪月的事情 你只要有实力 我国民党都可以挺你 但是不要忘记 有二十多万的市民朋友 已经潜水要百分的行动了 如果是这样 你还没注意你的市政 一心想要专总统 要登大卫 就像他老婆讲的 所有枪都举起来 开向我们没关系 但是我要说的 所有的检验 都是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如果要进廚房 又怕灰烧 你不如就别怕这座了 好 刚才明佑说了很多 沉痛的呼吁 我不知道这个韩市长 有没有听进去 好 就像刚才他说 这个高雄的霸函连锁 已经冲破了二十万份了 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好 但是霸函行动 却是一再的受阻 要申请举办大游行 就被市府驳回了 好 霸函行动的发起人引力 他就痛批 难道现在高雄是在搞戒严吗 我们来请教一下总理 你怎么看引力说 今日香港 明日高雄 是 在韩国瑜市场去年选举的时候 其实就有提出了 他直接在这个证件发表会 在一些媒体的采访都说 他当选之后 高雄不能有所谓的 政治意识形态的这些世卫游行 那我想他是兑现了他的证件 在这次里面 那他兑现了这个证件 其实我们看到说 这些罢韩的团体 他们是照所谓的正常的管道去申请 照正常程序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要回到集会游行法 台湾集会游行法 现在是叫做许可制 所以你一定要跟所谓的主管机关申请 去年那个时候 其实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韩国瑜市长 他在也是竞选的时候 他说应该要 他应该是针对这个陈其迈在辩论会的时候 他说那你要把那个极有法的第四条 要不要废除的问题 那我也拍拍手鼓掌 的确极有法第四条应该废除 极有法第四条谈的是说不能主张分裂国土 或不能主张这个共产主义 好 那基于人民的一个意见表达的自由 我觉得这条应该废除 可是呢 现在人民上街头表达要罢喊的时候 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 这个照正常程序没有办法核准通过 所以他回到一个制度面的问题 我要再讲一次 制度面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在新的国会里面 或者是在下一个会期的国会里面 要不要要认真思考一下 集会游行法包含了刚刚第四条 包含了所谓禁制区的规范 还有集会游行法一直常常在谈的 就是说我们从许可制改成报备制 那因为集会游行是人民权利 所以这个制度必须要改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游行游行是被卡住的问题 或者是申请场地 比如说申请场地也很特别 高雄要申请罢函被驳回 在台中319的 他们要去做给儿童看的这些戏剧 也一样被驳回或者是说被刁难等等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说 人民在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好 或者是在一些文化性的活动也好 可能如果有跟执政者不同主张的时候 是不是都特别容易被限制住 那如果容易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如好好回到制度面 把一些该改的法律赶快改一改 好刚才我要表达一下意见 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又过半数 然后你们不能够自己去改 那要怪谁呢 我觉得说你好像应该先检讨一下民进党 你们这么伟大的一个法令 伟大的主张 为什么你的党主席不支持 你的立法院党团不支持 你的蔡英文不支持 这是民进党的问题吧 民进党确实应该要改 我没有说民进党不应该改 而是说民进党要 我刚刚讲 从制度面上我们国会 制度面上国会应该共同来合作 我刚刚也讲了 我们呼吁应该尽快来修改这些法律 不用呼吁啦 你自己就可以改了嘛 多少法律 这个集会游行呢 确实是这个人民的权利 好那刚才呢 其实今天早上盈利也说 他们会继续的来争取 好另外呢 这个韩国瑜要面对的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郭柯王呢 即将在18号就要公开合体 可是现在却传出有可能会生变喔 好到底有怎么样的内幕呢 我们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2020总统大选郭柯佩到底有没有可能 台北市长柯文哲证实郭台铭曾邀他 当副首兼行政院长 郭柯匹却直接回绝 我很不喜欢是那种跟人家 去讲什么条约什么 所以一旦做了就要很 要很 一定要能够做到才去 才去跟人家讲 这个英文叫做批评嘛 所以常常就是这样啦 我以前听说以前那个李登辉 答应过林阳港 后来也是没办法 但是最好还是理念的结合 不要 不是这种分赃政治 不爱分赃政治 柯毕似乎也不相信 只做一届的承诺 但各方民调显示 郭柯佩胜算最大 会不会牺牲理念 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是一定的 目前这种三分天下的局面下 大家去提出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提出一个比较好的文化 让台湾从 往好的方向去前进 郭柯王三人原本有意 周日碰面 幕僚会前会后 郭振英却说不强求 顺其自然 桃圆三结议 难不成出现变数 人家都说顺其自然 大家一起顺其自然就好 自然就好 自然就好 我发现顺其自然 这个名词还用得不错 其实柯文哲还说 愿意配合提早到 显然最有意愿 接受广播专访时 他还自爆跟郭台铭 一个像狮子 一个像老虎 比较合 形容王金平 就像狐狸 对王金平的印象是这样 他是台湾现代史的活字典 你知道 他说近代40年 而且他个子小小的 你知道 比较狐狸 没有 我每次看 遇到他都说 你赶快写那个 口述历史回忆录 这个 他几乎就是整个 台湾的历史的 他几乎每个细节 他都知道 这实在是厉害 活字典 称王金平是活字典 而柯P爱用动物比喻 甚至自朝民众党 创的草帅 是老鼠会 还透露未来部分区名单 第一名 不会是学姐 黄敬寅 将是心腹蔡壁如 同样引发讨论 好 在讨论这个郭柯王的结盟 有可能会存在变数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最新出炉的 2020大选最新民调 如果只有蓝绿对决的话呢 蔡英文总统呢 将以47.2%的支持度来领先 好 那如果是撒卡都的情形 好不管是柯文哲出战 还是这个郭台铭出马 民调呢 两个人都是垫底的 而蔡英文呢 持续领先 韩国瑜第二 好不过呢 这个距离大选 其实还是有好几个月啦 蔡振英 还是不能够轻敌 因为一旦这个郭柯王 他们三个人真的结盟 还是非常的有影响力 好不过呢 刚才就我们在 新闻报道里面所听到的 柯文哲形容 郭台铭像老虎跟他是狮子 比较和 好他说王金平像狐狸 好来慧主委员 您怎么看 就这个动物形象来讲 老虎狮子都是这个百兽之王 生灵之王 没错 那狐狸好像他的动物形象 以及我们现在 会对狐狸的形容词来讲 好像没那么正面 生性多疑 那小小只的 也不是战斗力很强 然后呢很狡猾 好像我觉得这个比喻 如果我是王金平 我听了会不高兴 因为没有好话嘛 我觉得这个 柯文哲好像在讽刺王金平 那最近非常有意思 就是郭台铭都不说话 王金平也说很少的话 然后柯文哲每天说话 都在召唤他们两个人 来呀来呀来跟我一起选 我们来和 所以我觉得谁比较着急 谁比较希望人家来帮衬他 我们就不言可遇了 今天传出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郭台铭的发言人证实 昨天好龙铭已经跟郭台铭见过面 他是代表吴敦义去见郭台铭 见过了谈过了 而且呢郭台铭也不排除 下一步要去跟吴敦义亲自见面谈 然后呢 这个发言人也提到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没有参选的准备 所以说怎么配 怎么合作 都是外界议策之词 所以今天的情况来讲 郭阵营的发言人显然是打脸的柯文哲 柯文哲讲说 王金平也来找我 说要我当他的副总统 郭台铭也来找我 说要我当他副总统 兼行政院长 那如果真的这样 哇我觉得 好像非他不可 柯一好了不起 将来是副总统兼行政院长 这个权力比总统还大 因为行政院长管的东西 比这个指管国防外交两岸的总统好像还要多嘛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现在来讲 都是柯文哲在放话 看他一个人在那边主导这个大局 甚至人家也讲 就说那如果郭台铭不出来 是不是你自己出来 他说那那就只好这样了 如果郭台铭出来就是我就选了 所以真正想选 想当总统 想去这个好像是主导这个政局的 是柯文哲一个人 我觉得最后这个结果 恐怕就是柯文哲自己出来参选 然后其他人不见得会跟他合伙 因为我们看起来 好像其他人参选的那个 有那个想法 也有那个不满 对初选的不公的不满 但是呢他们都很低调 最高调的就是柯文哲 每天讲话 又当党主席 今天还说不分区第一名 要排蔡壁如 他一个人说了算 那蔡壁如排第一名 那我们下个礼拜 下个月就好好问问蔡壁如 那你现在等于是 兼着这个民众党的秘书长 你又要去 十月份就要去登记 当这不分区的第一名 你领的市议会 市政府的薪水 市民给你的钱 你做那么多事 你对得起你的职务 对得起你的薪水吗 我觉得他们才在滥用行政权 滥用公帕行政不中立 好 刚才这个惠珠议员认为 其实听来听去 好像柯文哲最急 柯文哲最想选 不过另外我们想请教一下明佑 你怎么看这个桃园三结役 好像雷声大雨点小 之前都说要公开合体 有这样的传言 可是怎么到这两天变成说 变成顺其自然 怎么回事 我跟你讲 其实幕僚会是最可看的 为什么幕僚会是最可看的 因为本来都知道组织的意思 但是柯文哲用动物来比的话 你知道狮子跟老虎交配 叫做狮虎兽 因为他们各生长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那被大自然认为是一种怪物 那马跟驴子交配叫做罗马 所以他们都没有生育能力 都没有下一代的生育能力 所以我是因为说 他今天要配合的时候 你不要小看 利用老虎来形容郭台铭 老虎生长在热带雨林的时候 每天要躲躲藏藏 寻猎物 跟你在那个大草原里面 要去追猎物是不太一样的形式 所以做一个生理 他一定有他的妹妹 咬咬咬咬咬就算好生 啊你 我们说得不好 你兄弟生幾季母 他也大概了解 因为只要公开的 整个队外里面 经过这么多国座 担拌过的经历的人 这个看就知道你要想什么 那我觉得王金平 比较可惜 当然他被讲成狐狸 我是有点不甘愿 他只是长得比较矮一点 你也不甘愿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 你都说人家是活字典 你今天这么多的谋略出来 还不是王金平吗 所以我认为说 柯市长有时候讲话要厚道一点 但是我要这么说 这今天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都有私下见面过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我几次跟王金平的会面 那跟郭台铭的沟通 其实柯文者某方面 还是诚实的 那把这个台铭党或民众党说成是 这都是不小心讲出来的 不是诚实 我为什么157用就诚实 他跟他的台铭党 还是民众党说成老鼠会 老鼠会的意思是什么 什么人都有 但是我就是要做行销 催眠大会 就像韩文人会用催眠的方式 所以我认为说 今天会不会会面 我个人判断 还是会合作 为什么他还是会说 这就像你拍一张一样 你从开始看的时候 郭台铭初选没过 那天开始 郭台铭就释放一个讯息 我会全力来支援第三势 第三势之后 郭台铭就背到国外去 环游世界 开始就有人中间在撮合说 郭柯王的合作 对不起 柯文哲说是 郭王柯 因为他排到最后 台湾三势演义 里面要排到最后 你注意看 你这个部罩里面 好像这个企业 走得真好 还是没这个棒啊 到底郭台铭 会跟国民党 回到国民党 因为那个荣誉党原战 还没交回去 他回国之后 都会对外说明 那开始有人语音信箱不通啦 忘记电话号码啦 联络不到人啦 有一切都有发言人来代为传达 所以我之前就讲过啦 既然发言人代为传达 你有问说 拜托一下 拜托一下你等会好我 不然我也够抬一下 拜托一下 拜托一下 但是一切没有的时候 你不觉得 跟今天的步调同样 到不然他们也是会合作 明天是同样的既民 我有的既民 也是同样的既民 这好像要进廟同样 33出 但是总是要进廟的工廟里面 去进行对白嘛 这个明佑认为的既民 我认为也是这样啦 因为我们台湾人 就要看三国字嘛 以前三国演义 很清楚 大家都要做努力 可能这个官粉中 现在是官公 也是这几个人最爱拜的啦 只缺一个中火啦 所以说这个中火的行商 含我们王金兵就没收拾 不知道它变成好利啦 我认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因为这三个 一个爱祖祖来曹王 不知道说要算的嘛 一个冰凶时就在拜祭 所以我是感觉 他说要顺基祖联 是怎样顺基祖联呢 因为顺基祖联就是要 天使地理人好 六合才有法度 这时候这三个人要怎么拜 拔杯牛肉煮什么拔杯 拔杯